一名女子单独放男友到地摊买苹果,她买了10颗回来,表示摊商要价1300元,取自脸书分享男人买书过没金钱概念。 一名女子单独放男友到地摊买苹果,她买了四大六小共10颗回来,表示摊商要价1300元,让女友相当傻眼,感叹以后不能让男人单独采买。 一名女网友在抱怨公社,PO问她与男友在路边看到水果摊,男友问她要不要吃苹果,下车后由于风很大,男友就叫她先回车上等,一会儿男友带了10颗苹果回来,还开心炫耀原价1500元,摊商算他1300元。 女网友PO上苹果的合照,里面有四颗大的和六颗小的,她哀怨地说不要让男人单独采买。 不少网友直呼太扯,平均一颗200多,被当盘子了,这哪是苹果,我看是天山玄梨,在市场500以内就买得到了。 男友吃米不值米价,但也有人安慰她,愿意花1300买水果给你吃,可以价了,这是真爱,不计较金钱只为让女友开心,如果当作是一颗上百元的蜜苹果,应该会好过一点。